组合的时候 没错 好的 比赛正式开始 那么率先获得球权的是 今天的山西粉九 身穿白色球衣的是粉九 身穿深色球衣的是 今天的时代中国广州 来看第一球打到内线 葛昭宝这边 全都拉开了 这就是一打一的机会 对 葛昭宝相对于 天宇恒 相对于李延泽来说的话 他在经验上 还是要丰富不少 对 葛昭宝上一场比赛 是拿到了权队最高的31分 还另外得到了12个篮板球 来看广州这边回来之后 怎么来做这次进攻 被包夹之后传出来 再给回来 郭凯是有中距离的 没错 这一场两分 葛昭宝同样也是中距离 再次命中 葛昭宝 颜鹏飞 他们俩的中距离 都是非常稳定的 对 其实咱们说这个 这个赛季任俊威离开 整个山西队 对于球队的损失 还是不小 是 还是找到郭凯这个点 那下面的两个人强起 对 其实这个点 杜导在全运会的球队里训练 这我们之前也提过 就是今年 这些打过全运会的 回过来 元帅今天的第一次外线出手 就命中了 感觉元帅 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 如果以前 就是弗兰克林在的时候 他会给元帅制造出特别多 这种外线特别好的机会 是 因为弗兰克林威胁大 对 那么有把握 对吧 还是低位 绕前防守 不让接球啊 只能强行出手了 这个球 元帅 外线三分 真准啊 都出来 来看这次外线的三分 贾浩 场上能投的人比较多啊 郑准 陈英俊 包括李金龙 对 每个人都能投 都有了 对 刚说完 你看这边 这菲尔德上场 到现在好像还没得分呢 呜呜 元帅 呜呜 塞得漂亮 这个球是齐浩童的问题了 菲尔德三分拔起来就投 篮板球 张宁抢下来 自己强攻两分得手 哦呜 陈英俊啊 上前一个扰八字之后 船得非常漂亮 上反拉啊 这个选择非常合理啊 不错 第二节 前面呢 是把李金龙放在了场上 二加一 啊 菲尔德又是 一个助攻 送上了一次助攻啊 非常好啊 没有给 任何出手的机会 正准 湖顶的三分 正准 广州队的防守 对三西队的进攻 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意志作用 对 看他们自己的了 好球 郭凯这个球很漂亮啊 哎呦 给的漂亮啊 今天这应该是第三次了 对 通过节奏上的这个 一停一起 变化 哎呦 这是捂住了自己的小腿啊 这是姚天一对菲尔德 被一步就过了 张宁这次啊 抓住机会了 从右侧到左侧 左侧感觉手感更好一点 对 而且刚才这个机会和空档 出现的比前一个要 大一些 对 更大一些 主名站啊 漂亮 觉得就是应该 在防元帅上 其实要更 下功夫一点 对 郭凯也得八分了 菲尔德转身过来之后 再虚黄啊 这次终于是打中了 学生球 对 他其实过去几个赛季 也是受到了伤病一定的困扰 是 都出来 你看贾明炉这个 这次终结的不错 抢下来之后 能不能测动一次反击 陈英俊很灵活 背后之后 突突有点深啊 出来重新组织 对 看不出 刚才那崴的一下 对他有什么影响 你看你看你看 摆脱的真漂亮啊 对 陈英俊来看看这次外线啊 漂亮 陈英俊 陈英俊再次尝试外线 这个真厉害啊 加击元帅 但被元帅轻松突破 自己也是两分得手 这么高 对 又抢断了 这次 山西对包夹成功了 菲尔德一个球领人啊 元帅直接反篮上空了 一分钟的时间 这时候感觉山西突然把节奏啊 放缓了 连续的传导之后 看看这个急停跳投 还是给到菲尔德 再次尝试一次外线啊 终于菲尔德这边也开了 这也是菲尔德今天第一个三分啊 前面也有几次尝试啊 现在包夹 陈英俊 又成功了 看看张宁这最后一投 乌鱼又命中了 压哨命中啊 压哨命中 张宁这个压哨命中啊 很漂亮 对 陈英俊贴得非常凶啊 给他压力非常大 对 好球 现在三分确实手感不佳 本来这应该是他 招牌的进攻的方式之一啊 会有菲尔德 会有漂亮啊 这个球张宁打得太巧了啊 到前场篮板 张宁 这个没办法 这个 菲尔德进来 左手的抛头打进 第一位 来看看正准这一次 还是选择这样一个 略带后眼的投篮 随身的三分 哎哟 感觉就是广州整体外线差点准度啊 对 总是感觉要追分的时候 菲尔德自己来了啊 这次是右手 哦不对 祝铭镇也进过一个 祝铭镇也进过一个此前 原帅这是一个长两分啊 还有 李金龙来看这次白线 来看李金龙这个终于进了 终于进了 给到双方两分球的一个对比 张宁突进来 强杀啊 两分再入 9秒 但是这个 勇气确实是可以啊 张宁强打没打进 篮板球再保护下来 这球能传过去 给的不错啊 你都有伦牙马方啊 还是找到正准这个点啊 是吧 你看 菲尔德自己选择投一个 那么就葛招宝抢下来 二次进攻 哎呀这个球没放进去 再刷一个二加一 不过又拿到前场篮板啊 菲尔德非常轻松的两分啊 9秒钟了 还是给到正转 胡顶直接外线的三分球 就有命中 那么这样的话 把三节比赛 一上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传球 得元帅 严鹏飞 张涵君 以及葛招宝 这是目前 山西队场上的五名球员 对 也是他们的 可以说是最强阵容了 对 就把菲尔德放在场上 你能够看出来 山西队 这场比赛 感觉是想要 有很强的信心 想要拿下这场比赛 对 险些又被山西队拿到啊 外线的三分啊 绕过来 正准晃起来 自己再传啊 传得漂亮 这个球很出名啊 张宁一跳龙突破啊 两分再次得手 沈英俊还是把你强托 再给 漂亮 还是第一位给到葛招宝 再分给到张宁 三分球啊 面对自己的前COBA队友 直接投进 张宁今天砍下15分了 三分球是5中3 效率非常高啊 是 而且因为他夏天 调整了自己的 还是上加击啊 菲尔德 小打大 突进来 速度非常快 哇 这个球空中失去平衡了 因为现在比分咬得非常紧 转身 著名阵今天突破啊 张宁又是突破之后 分出来找到元帅瞄了一下啊 这种情况下啊 还是找菲尔德 向右撤一步之后 哦 命中了 上线挂一个挡担 再传回来 陈云俊 注意时间啊 漂亮 国开也没有盲目出手 但时间不多了呀 对 三秒了啊 得出手了呀 郑准 哎呦 压着24秒啊 投进了一季三分 关键先生啊 关键先生啊 这是真关键 今天 因为郑准在这个队应该目前是年龄最大的球员了 没错 没错 这边回来山西 外线也还一个 邢志强 对 邢志强 他 有一个特点就是很擅残 在湖顶头这种三分 因为他够高 全军 急停的半级篮啊 也有菲尔德在司机观察找机会 张宁进来之后啊 这球葛昭宝很聪明 菲尔德强突进来 左手的抛头啊 漂亮 今天这首秀啊 应该是能打到九 九点五分以上了 对 这个八球接的有点危险啊 这个战术非常完美啊 连续的广路之后 来了一个上下步的投篮 没劲啊 这场比赛不会有加时吧 我可是上个赛季 说加时说的最多的这个解说员 又是同样的 上线胆拆了以后 郭凯顺下 没打劲 也没有菲尔德 菲尔德 哇这个关键篮板啊 看看元帅的三分球 也没有 广州队 现在拿到了最好的一个 赢球的机会啊 篮下完全空了 哦 这一下 题还是顺利的能发出来 发出来了 还是给到菲尔德 对 先压时间啊 看这样是不抢分了啊 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他们说 哦 这个球提前犯规了 二发出来 看看犯不犯规 不犯规 菲尔德 强托 左手 抛投没有 果然没有啊 那么这样的话 呃 广州是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啊 对 恭喜广州队啊 对 恭喜 嗯 99比97 在最后的一分半中实现了一个 呃 四分的一个逆转 啊 也是帮助球队 我们说收获了赛季的首胜 是 当然对于山西来讲也挺可惜的 说实话 对 菲尔德可能是觉得这个球有犯规 但是 其实他 可能是不明白 因为 这个赛季可能对于判罚上的这个 尺度的把握 对 对对对